都属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猫中心 刚才说到的17只 再加上19只 你看这个角度 这个画面特别有利探 这是一个什么眼镜 然后在里面 互相的接触 然后进行一个要法 有网友说 要攻克这个大熊猫 发起神交流 那么利用这个时间间隙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生的这些熊猫宝宝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所呈现的这个地方 这个个头是最小的 以我的判断 应该就是在一个多月 这个都在熊猫宝宝 就先换个这几只 就是要拍一张 前面那几只 你们抱着靠拢 你们抱着靠拢 开始了 抱着靠拢 开始了 在最左边 那就是他的屋子 为什么要提他呢 刚才说了 他是从今年的全球水费的 双波胎大熊猫宝宝宝 而且他的出生日期特别有意思 这个生日期说 我们第一次 我们跟这些兄弟姐们见面了 就把他们的秘图在 就在那儿的这个口边 最佳是在不在不在 就是要合格 有些时候的颜色要白一点 身上就看着 他的尾巴就看着 像一个尾巴就看着 像一个小白色的 没问题啊 就是喜欢摊 那观众朋友说 是很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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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区别 它 然后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